哥罗西书 保罗因为传扬耶稣是复活的主 曾多次入狱 这封信就是保罗在狱中写的 保罗跟那些独信的哥罗西信徒 从来没见过面 见这教会的人也不是保罗 而是他的同工以巴弗 以巴弗生活在哥罗西城 不久前他去监狱探望了保罗 向他汇报教会信徒 整体情况很好 同时也提到了无形的文化压力 这种文化引诱信徒远离耶稣 于是保罗写了这封信 鼓励哥罗西人解决以巴弗提出的问题 同时挑战他们更加忠于耶稣 这封信的内容和思路很容易理解 开头集中讲耶稣是被高举的弥赛亚 接下来保罗指出 他在狱中受苦是因为被高举的耶稣 随后他提到了引诱哥罗西信徒 离开耶稣的那些压力 最后他讲到耶稣的复活 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这封信以两个祷告开始 保罗首先感谢神 他从以巴弗那里得知 哥罗西信徒对耶稣非常忠心 他们爱神爱人 因为他们对耶稣新的创造满怀盼望 保罗祷告 希望信徒在认识耶稣的智慧和悟性上 更有成长 在这里 他用一首诗歌来帮助哥罗西信徒和我们 成熟起来 这首诗是第一章的重心 他描述了一位被钉十字架和被尊崇的弥赛亚 他有两段平行的诗节 充满了从创世纪出埃及记 诗篇和真言中借用的语言与意象 第一节诗探讨了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 神的全部品格和旨意都体现在耶稣的身上 在旧约中 他是首先的 指的就是耶稣的至尊地位远超于一切被造物之上 他的身份就是创造者 独一的真神 所有的现实 一切的权力与权柄 灵界和人类都是借着他被创造出来的 正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发现了被造之物的创作者和君王 在第二节诗中会看到他也是带来新的创造的那一位 他是新的身体的头 这个新的身体就是耶稣的子民 一群新的人类 他们以耶稣的复活形态为典范 基督彰显了神在圣殿中荣耀的同在 所以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 神使他自己与人类 与所有的灵性力量 与所有的被造之物和好 这是一首伟大卓越的诗 保罗在后面的书信中不断地提到他 保罗先让我们看到这首诗的真理 如何改变了他对狱中受苦的体验 因为像希腊和罗马世界宣讲耶稣是复活的主 和万王之王 他受到了惩罚 保罗认为他所受的苦难并不是失败的标记 而是他对耶稣受苦方式的一种参与 这是一种爱的形式 因此苦难事实上成为他喜乐的理由 他被关押囚禁是因为这个惊人的信息 以色列复活的弥赛亚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的大家庭 不仅如此 正如神的荣耀住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住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间 或者如保罗所说 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随后保罗提到了那些引诱哥罗西信徒远离耶稣的文化压力 他们既要面对迷信的多神教 又要持守摩西的律法 这给他们带来压力 这些刚信主的基督徒 全都生活在希腊和罗马崇拜多神的环境中 认为是众神明掌管着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 因此很多人把耶稣简单的看作是可以崇拜的另一位神明 此外还有来自犹太基督教团体的强大压力 他们要求这些非犹太人遵守摩西律法的所有诫命 以此补足对弥赛亚的尾声 此处特别提到遵守饮食捷径的规定 守安息日和守割礼 这跟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提到的问题差不多 对保罗来说 向任何诱惑让步都是妥协 这意味着信徒从根本上并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 以及他为信徒所做的一切 哥罗西信徒从前活在对灵界力量和保罗所说的世上的玄学的恐惧中 但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胜过了这一切 他把哥罗西信徒从那些义务中解放出来 同样耶稣也替我们成全了摩西律法的所有诫命 那些律法从来都没有能力改变自私的人心 耶稣在他的生死和复活上所做的没有任何缺失 不需要借着遵守律法来补足 耶稣自己就是所有律法的集中显现 跟随耶稣的人能被彻底改变 是靠着耶稣复活的力量而不是律法 这一点保罗会在后面继续探讨 跟随耶稣意味着加入到属于他的新人类当中 他们的生命跟复活的耶稣的生命紧紧相连 因此保罗激励哥罗西信徒要寻求天上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 想想你有一天会离开世界去天上 而是说天国是一个超然的地方 耶稣此刻就在那里统治一切被造之物 有一天他会从那里回到这来 让一切都改变 或者就像保罗说的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保罗挑战他们在当下就活出未来新人类的样子 他指出他们身上救人的特征就是败坏的情欲 与破坏性的语言 对基督徒来说 那样的救人已经与耶稣一同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属基督的新人 新人的特征是仁慈慷慨宽恕和爱 这种新人类超越了世界上种族和社会的界限 就像保罗说的 新人类将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 受割离的和未受割离的奴隶和自由人 唯有基督是一切 也在一切之内 接下来保罗的教导非常实际 他告诉哥罗西信徒 这种新人在一世纪的罗马家庭中会怎么生活 当时的家庭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机构 男性族长对妻子孩子和奴隶握有生杀大权 但在基督化的家庭中却不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中复活的耶稣是真正的主 因此在主里 妻子允许丈夫对他负起责任 而丈夫则要顺服耶稣爱妻子 并把妻子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前面 在以耶稣为主的家庭中 孩子不是物品 而应被看作是成熟的人并得到尊重 父母则要以耐心和理解来养育子女 做仆人的基督徒要尊重自己的主人 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主人 耶稣才是 有仆人的基督徒要明白奴隶不是他们的财产 而是耶稣身上的一个肢体 他们需要在爱中被尊重和拥抱 在这里保罗提供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案 他以耶稣为中心重新塑造了罗马最基本的家庭结构 而耶稣正是以舍己的爱来掌权的 因此保罗并没有彻底废除罗马的家庭结构 而被高举的基督却要改变这种家庭的内部形态 使他变成任何住在哥罗西的罗马人都认不出来的样子 在信的结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祷告结束后 保罗亲自实践他关于基督徒主仆关系的教导 他请推积谷把信带给哥罗西信徒并读给他们听 与推积谷同行的是欧尼西木 他曾给住在哥罗西的信徒腓利门做仆人 从另一封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可以知道 欧尼西木是从主人那里逃出来的 犯这种罪的结果就是被关进监狱 保罗却要求整个教会问候欧尼西木 把他看作是在主里的亲爱而忠心的弟兄 而后在给腓利门的信中 保罗请他不要把欧尼西木看作奴仆 而应当作兄弟 这封信的结尾真叫人意外 在哥罗西书中 保罗邀请我们观看 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都被复活的耶稣用爱与自由所触摸 我们经历的苦难 我们经受的诱惑与妥协 我们的道德品格 我们在家庭中对权柄的运用等等 一切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审视和改变 我们被邀请活在当下 新天新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一刻 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哥罗西书的经意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